已经到达攻击位置 为什么不打呢 我和贺炳炎的意见是打 坚决的打 就他们这两个主观呢 前线的两个主观意见是一致 那么彭德怀呢 就此定下决心 说好 你们就打吧 但是呢 不要注意 商务不要太大 如果困难太大 可以适时的撤退 协同东面二组 向导机发现 独立一旅 以两个团围先头 从西门退入门内 358旅 以716团围先头 攻占飞机船后 从北山城进去 午饭后 参加战斗的西北野战军 占领城内 导机 无愧是吴松南的后方大门 可以说是英国机 低纵缴获得武器装备 及粮食部品 堆积于一身 面对着大批的物资 以及一分一秒 紧张到来的撤退时间 贺炳炎心急如焚 最后只好命令部队 打开粮仓布库 向极寒交迫的百姓 发放成袋的面粉 成捆的布匹 让他们能扛就扛 能拉就拉 全纵队的罗马 都以最大的驼载量 满载量 带着枪炮弹药 贺炳颜司令员 向部队下了一道特殊的命令 权纵 每人背上一捆卡其布 和一发炮弹 有了这些布 不但可以解决 一纵的夏衣 就连当年的冬衣 也都有了 炮弹就更不用说了 我军炮本来就少 炮弹就更少 望着这些物资和弹药 战士们笑着说 过年都没这么热 1949年2月1日 根据中央军委 关于统一全军编制 和部队翻号的命令 第一纵队 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 隶属第一野战军建设 贺炳颜任军长 有人称第一军为天下第一军 贺炳颜自然就成了 天下第一军军长 到了和弹时期 条件好了 但是呢 这个时候贺炳颜的身体 已经垮掉了 他身经百战呢 在战争中 11次负伤 伤口多达16处 可以说呢 浑身都是伤疤 他是在成都工作 成都的气压是比较低的 对他身体不利 往往呢 他到北京去开会 一到北京开会 简单身体呢 身体指标都还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